大家好,这里是内蒙古苏尼特佑奇的碧鲁图庙,汉名叫晚满贝勒斯,曾是苏佑奇最大的一座格鲁派藏传寺院。 碧鲁图庙位于苏佑奇诸日河镇以南15公里,建于清康熙47年,也就是公元1708年,建立者是苏佑奇第六世扎萨克王爷达日扎布,康熙皇帝次名晚满贝勒斯。 历史上的碧鲁图庙占地广阔,鼎盛时期有五座大殿,13座佩殿,自清末开始,寺院逐步荒废,特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又遭受了严重破坏,只有一座大殿作为当时战备粮仓保存了下来,还是清代原物。 清代大殿的形式是汉藏结合的建筑风格,立面为藏式经堂结构,左右各有两边突出的二房。 内部正中间开了一个两层的天窗,顶上是汉式的歇山屋顶,这个设计相当于开了个老虎窗,可以让自然光照进来。 我们来的时候,这座大殿正在进行修缮,主体工程已经结束,正在进行内部装修。 秘鲁图庙最前面新修了一座大殿,形制和后殿差不多,里边装了一个两层楼高的巨型转经筒,不过这个转经筒有点大了,转的时候周围柱子有点碍事,不太顺畅。 寺院周围还有几处不完整的院落,也是民国建筑。 现在这座庙是四有其唯一的宗教场所,庙里的喇嘛都很和气,跟我们一起喂了会猫。 他说现在每年农历六月十三这边有庙会,叫做千盏灯会,到时候可以再来看看。 毕鲁图庙附近还有座苏尼特德王府,现于清代铜扎二年,是当年扎萨克王爷的府邸。 不过一直没有开放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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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都不及集团。 抓住很多些白血的白血。 可能价格上是在一起是否。